中共首席防疫科學家曾光 從四方面試圖解讀中共堅持動態清零政策 與西方國家與病毒共存的二同點 第一點 曾光肯定了中西方學者對COVID-19-Omicron變異株有共識 曾光說 中西方學者都承認該變異株的傳播力增強 他認為雖然中西方有共識 但放開疫情防控措施有前有後 未來會恕途同歸 第二點 曾光站在中共當局視覺聚述了西方與病毒共存的對策的來龍去脈 分析中 曾光對西方與病毒共存的對策頻頻搶損 其實中國抗疫專家張萌宏在去年7月也提出 與病毒共存論 但立即遭到暴力網攻 第三點 讚美中共動態清零 舉國體制如何偉大 曾光認為 中共的動態清零 取得卓有成效的寶貴經驗 是一次次 內防輸入 內防反彈的勝利 政論家吳祝萊對自由亞洲表示 中國實行的嚴控政策 有很大的成本 而且以非人道方式 封鎖社區 海風人家的大門 直接產生了次生災難 第四點 曾光引出中共正在調整防控對策的時機 曾光認為 動態清零是特定時期內的對策 不會永遠不變 但西方國家 迫不及待實施與病毒共存 對中國風險很大 他說 不如隨之起舞 他說了三個原因 第一 人類對COVID-19演變規律 不完全清楚 Omicron之後出現的新變異株 有可能被大概率事件 第二 中國人群自然感染率比西方國家低 過去是黑黑見果 現在是軟了 第三 不同於西方巨大的社會經濟壓力 中國不必匆忙行事 沒有必要在全球疫情的高峰期打開國門 很多人一直無法看到中共舉國體制下 動態清零的真實染疫資料 而曾光剛代表北京自我表人不久 大陸各地疫情再次爆發 但這次也只有香港給出了疫情的參考資料 香港的疫情感染資料 從一個側面推翻了動態清零的官宣作用 也證實了外界懷疑中共全面造假 不敢公佈染疫和死亡資料的原因